国务长 叫做伦敦 每个套家庭 美国病了 病得不轻 七国集团还是给美国 把把脉 开要方吧 以美国为首 包括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領袖 日前舉行峰會後 發表公布聲稱 要維持印太地區自由開放 並首度在公布強調 台灣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又抨擊中國侵犯少數族群人權 包括在新疆強迫勞動 及在香港打壓支持民主人士 趙立堅除直斥美國有病之外 更奉勸西方國家要改變思維 涉江 台灣 涉海等問題 對中方蓄意污蔑 干涉中國內政 此舉嚴重違背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違背和平 發展 合作 共贏的時代潮流 暴露出美國等少數國家 人為製造對立隔閡 擴大分歧矛盾的不良用心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涉江 涉港 台灣事務 純屬中國內政 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中國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 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 我想強調 世界多激化 國際關係民主化 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一國或一個國家集團 號令天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當前形勢下 國際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 更需要加強團結合作 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而不應基於小圈子搞集團政治